在我身后就是总共三层 占地4180平米 新开的健身房 Jungry Fitness How big is this gym? Oh man, it's big 而这家是始于1946年 但马上就要关门的健身房 Stern Gym Stern's Gym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77 years Arnold was here in 69 Been here for like 30 years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个相距78年历史健身房 到底有什么区别 以及都什么人在里面健身 Let's go 感觉这个地方不是很安全 在他去之前 我们看看大众点评是怎么说的 一个叫Casey的说 Stern's Gym是最古老的健身房之一 你会在这个健身房 看到好几代人一起训练 社区氛围很好 一个叫Scott Regan的说 老板因为使用了 本来入狱 在那段时间里 很多器械都坏了的没人修 Scott知道很多内幕 难道里面还有卖这种东西的吗 What's up brother? Hello Everything's so old school man How much for the membership here? These are all our membership rates Do you guys consider the oldest gym in the United States? San Diego for sure We are the oldest gym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 美国健身房 平均刺卡价格是25美金 所以10块钱还算合理 但在地理位置特殊 有新开的健身房 就没这么便宜了 我们现在在去新健身房的路上 大家看后面的建筑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是著名游戏GTA的背景 在他去之前 我们看看美国的大众点评 Chelsea Cook说 这个健身房非常大 而且照明和镜子都很完美 我已经想好怎么拍照了 Zara Paddle说 健身房设备都很棒 但员工态度很差 管理有问题啊 TVB说 这家健身房根本没有男女卫生间的分隔 任何人都能进入女卫生间 2024年还有这样的问题 先来一起进去看看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Let's go I can get a date pass? 50$ is that ok? 50$? ok How much for the membership? It's 150 If you're gonna come more than three times I would do the month and then it's cancelled Yeah yeah Thank you 虽然我知道健身房都鼓励半月卡 但字卡贵得这么离谱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像我这样的游客比较多 我们现在就进去仔细看看 他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整个下层感觉都是他们的器械区 May I ask you some question? 你觉得这个健身房一到十分 你评多少分? No.1 No.1 我给你讲一下 等会儿等会儿 今天其实跟韩教练约好了 来点见面 尽管曾经我们都去过很多健身房 但这里仍然有一些 从来没见过的器械 他这个自动配置了一个重量转移系统 不用先试一下 确实轻很多 每个垃圾桶旁边 上面都自动配备这么一个湿巾 用完以后可以直接擦一下 What is your PR? 5.18 5.18 1.2.10 How do you rate the gym? 8 哇 都是新的 有一种刚装修好的味道 刚才那人刚在这光着脚 震蹲了半天 是白瓦的味道吗? 这个健身房它还有一磅的重量 看这儿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引体向上的把手 我要先撤了 有点湿气 等了他丢多少时 感谢啊 感谢 刚才我把所有器械都试了一遍 我曾经也去过很多健身房 但这里是我个人认为器械最全的 而且重量选择也是我见过最多的 从一磅一直到130磅 绳索甚至到了700磅 我都觉得自己的训练水平 有点配不上这个健身房了 各位 刚一进门 我就发现了这个非常独特的设置 钥匙扣 我把它放在这儿看 待会回来还在不在 第一次看到这么复古 但又这么节省空间的哑铃摆放 这是一磅 用完了以后 还挺沉 大家猜一下这个器械是练什么地方的 手臂 肩膀 还是腿部 其实这个硬拉器械太有创意了 它这个哑铃 感觉非常有年代感 手握的可能是历史 占用了好多空间 我会说 管理人们真的喜欢摄影器械 看这个机器械 全部都在含着腿部 你们你们之前来过来吗? 我们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在这儿了 遇到一股强烈的健美文化 无论是强盛的海报 复古的杂志 还是90年代的嘻哈音乐 都让你有一种穿越回了黄金健美时期的感觉 刚进门往右转 你就会看到他们健身房 把所有的有氧器械都挤在了一个将近20平米的地方 而且几乎每一个器械都是不同的牌子 虽然看起来很好 但是还可以用 走路的时候 它会发现咯吱咯吱的生命 而这个高度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和来来往往的人群 还有这个被打碎的玻璃 让你不自觉地联想到 以前在这儿发生了什么 第一层层居然是一个饭房子 它们都害过动 刚好你可以把头放在这个位置 都不用空调了 各位 这家新的健身房 就没有这个问题 而一个登山机 不仅可以给我的手机充电 同时还可以模仿 世界各地的登山场景 所以在做有氧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枯燥 非常干净 也没有汉字 很显然就是有人经常过来打走 这个跑步机呢 踏板非常丝滑 而且屏幕特别大 重点是你可以在这里 看你自己喜欢健身博主的视频 就从这一点满分五分 我给十分 对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有人说男女厕所不分了 因为男厕所叫John 女厕所叫Jane 如果不仔细看 就很容易走错 我们现在就去Jane 哦不对 John看一看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非常的新 不用自己带锁 只有期间不同的洗澡的地方 淤液 护发素 挤发水 很香哎 屋水 打开来 三楼还有个厕所 有body lotion 洗手液 好看的灯光 而且一个镜子大家看 刚擦过 一直有一个lady在不断地打扫卫生 the gym is very clean 这边呢也是有很多镜子 尤其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面 看它有没有把我变大 不像现在很多健身房 你的柜子不允许过夜的 这边很多locker上面都写了自己的名字 能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小板凳 这边水 这个锁呢 有安全性 但不多 还有一个饱和粒酱 这边应该是它洗澡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免费的浴液 脱澡的东西 刮护刀 还有一个两个人可以同时洗的喷头 不认识的人可以一起洗 完全不尴尬 安冷咱俩一起 是吗 这个健身房 虽然只有另一家的九分之一大小 器械也比较老旧 但是主打一个实用 每个角落都有其相应的功能 先不说卫生不卫生 我猜如果你想用腰带的话 可以每次过来拿一条 用完之后再还回来 所有把手都整齐的排列在一起 这是还带质冷的 现在很高 上一健身房 还有水都不是冰刃的 健身房瞬间零粉 喝水的不能用 它这个是故意check你去买水 因为大家知道这海边水都会很贵 我们去看看它这水卖多少钱 你还可以选择 你叫哪种口味的protein 这边拍起来没有这个服务 试一下 它这奶昔很不错 但是这么一小杯11美金 how much for this water 375 375 我现在多买一个奶昔 待会谁第一个给我保护 我就会把这个奶昔送给他 let's go 除了买零食的地方 这个健身房还有很多sturn gym没有的设施 一个正在做卷斧的人像 石器时代的装饰品 很多录音棚在用的隔音板 还有免费的糖 健身房里放一些书非常有意义 就感觉告诉我们 你们需要多读书一样 我靠 这掺住动不了 平时在这儿呢 就是DJ放音乐的地方 在这儿大碟 让大家来点健身 而健身区域 除了自由训练区之外 还有团客操访 动感单车室 核心训练区 crossfit专区 上肢训练区 臀腿器械区 以及室外活动区 甚至还有一间 专门用来休息和冥想的房间 如果你健身累了的话 可以马上进行放松 把我休息好了 Let's go Let's go 把整个健身房的布局都很级为他 我们练习练区 所有的器械都挨在了一起 How long have you guys worked out in this gym For me since 2021 I'm actually on the wall over there How do you rate this gym I want to say I give it an 8 Everyone on the wall has trained here How about you I agree I think about like an 8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a commercial gym It's not packed The weights are different too It's heavier right It's heavier How do you rate the gym 1 to 10 To me personally Yeah What do you like I've been here for like 30 years You know everything Yeah I know the 59 I came here to 18 You look way younger than that Oh thanks But a lot of this equipment Some of it you can't find it in the gym See it up there That's you That side is for the professional bodybuilders This side is movie stars and celebrities Here you go Just joke 在采访了很多人之后发现 大家对这个健身房的印象都非常不错 有些人甚至把他当作第二个家 Hold on have you been in workout here Imagine 78 I'm 78 可他为什么却马上要关门了呢 Why you guys made a decision And want to close down this gym The dry cleaners downstairs They own the building When he sold it Investment groups come in They want to change this into a restaurant And then they want to make it impossible But for us to stay by Jack And I ran up three to four times Wow If somebody want to buy this gym How much would you offer them 120 to 150 If you guys interested Hit him up Buster Gym不同 新开的张瑞Fitness 之所以能在海滩边上 足下一整栋楼 是因为他们的母公司 RSG Group 是一家全世界规模 最大的健身品牌 但让我好奇的是 为什么这么贵的定价 还有这么多人来 This gym definitely is not cheap Why would you spend that much money Into Finnis Oh my god $150 a month We're in West L.A. If I take my girl out to dinner That's $150 for one meal This is a whole 30 days of being able to improve myself every day For someone like me who comes here five days a week You start doing the math There's a lot of good finance buildings around A lot of good opportunity and networking here in this area So you know we're right by Hollywood We got a lot of famous people as well How do you guys like the gym? One to ten I'd say like a nine How about you? Why is it so positive? It is a really fun environment to go into I like all of the aesthetics in here Music It's nice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my headphones on For me it's just the music We joke but it's totally true We're like the fattest people in this gym No So we find it very motivational Bro how do you like the gym? I actually work and work out here It's just a great atmosphere to train in I actually saw the Google review There's some people saying the staff is not good What do you say about this? It's just a bunch of angry Karens you guys No I'm just playing No usually people complain about the music being too loud It looks amazing what's your workout routine? Let me show you guys You got time bro let's go Let's go Okay I'm gonna follow this guy's routine man Okay Damn Okay this is the best lighting here huh?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How are you? I got huge biceps to stick into the basics Look at the beans 15 reps already? Go for 20 right now One more one more let's go Yeah Oh my god it's only 10 bro Oh my god I appreciate the push I don't think the Google review are true Staff here they're amazing Don't believe the guy We got a smoking room This is a smoothie Free for you Movies are free for employees It's Keep out on the load See 在这个员工的带领下 我在John Reed 進行了一个完整的训练 确实就如他们所说 这里的音乐和氛围 就像是一个夜店 我把黄董叫给大家听一下 相比于硬核健身 它更像是一个 让年轻群体聚集起来 Party的地方 但对我个人而言 还是更喜欢 有着复古健美文化的 Sterns Gym 本来以为这个健身房里面很破败 但没想到绝大多数人对里面的器械环境都非常的满意 大家更喜欢哪个健身房呢 不要忘了留言给我啊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健身 不管你花多少钱去健身 最重要的是你每天坚持这个习惯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这样的话我会去更多更有意思的健身房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